我有一個小竹鋪滿 獨自圓鼓鼓 卻不愛吃飯 小竹鋪滿陪我走伴 心中的願望 交給他來伴 MOMO理財教室 我先幫你加一點少量和冷氣 不過這好像比較空對不對 對啊 加個領巾耶 不錯 下課了 好像有跟阿牛有約要在線上 快走快走 不折了 各位同學再見 明天見了 拜拜 拜拜 等一下等一下 阿妮等一下 幹嘛 我們還有事情 還有什麼事情 我現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我跟隔壁班的阿牛 要約在線上打電動 我現在要很急 阿妮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比打電動更重要的事情 比打電動更重要的是 對 你快看他們 是不是都立昂哥兩個人 在討論事情 他們在討論什麼 就是 我們不是有那個變裝大賽嗎 對 你忘記了 我記得 是明天 對 而且我前幾天就告訴你了 所以我才說 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提醒我是明天 有 只是你忘記了 那我們趕快討論一下吧 對 算了 阿妮 忘記就忘記了也沒有關係 反正不重要 因為第一名也才只有三千塊而已 對啊 我們絕對不會告訴你第一名 只有三千塊而已 對啊 我也不會告訴你 我有預感 我跟唐唐 這一次一定會得第一名 拜託呱呱 想也知道我跟甜甜這一組 是最有希望的好不好 對啊 你到底哪來的自信啊 你看我平時這麼會打扮 審美觀念那麼好 而苔苔呢 腦袋那麼聰明 點子那麼多 我們沒有第一名 誰敢說他們會是第一名 就是嘛 我哪裡來的自信 這裡來 這裡來 我全身都是自信 甜甜你自己看看 我們現在大家都穿的是制服 嗯 哪有什麼高低之差啊 你 你去照照鏡子啦你 哎呦 瓜哥你幹嘛這樣講話 你仔細看 誰可以把制服穿得那麼漂亮 對不對 太太 沒呆了 沒有沒有 各位同學你聽不懂講 我覺得這一次會得第一名的才是我 跟香香這意思 沒錯 因為我現在有不斷所有的來源的靈感 湧上了我的心頭 再從我的心頭 湧上了我的鼻頭 再從鼻頭 湧上了眼角頭啊 然後眼角頭再上去呢 再上去 沒有啦 就眼角頭啊 還有眉頭啊 額頭啊 因為我的那個眉頭跟額頭 都被瀏海給蓋住了 所以最高只到眼角頭 那不然就是大頭啊 你才是大頭耶 大頭你不醜啦 大頭 大頭 我們會得第一名啦 等一下 妳聽我說 我們明天都準備要 滾滾滾滾滾滾 欸 不錯啊 你你真的很有創意喔 我覺得我們會得第一名 我們穩贏啦 拜託 你們不要忘了 這邊還有我跟小花這一組 黑馬好妹 妹 拜託 你那個是黑羊吧 妹 隨便啦 不管是黑馬還是黑羊 反正我們已經準備好囉 明天啊 嚇死你們 走走走走走走 好可怕 對啊 好期待喔 怎麼可能啊 我在想我們明天啊 我們待會兒就先回家裡 把那個資料先找找 走走走走 找到資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把那個東西 嚇死你了 快走快走 幼稚 真的很幼稚耶 趕快走趕快走 對啊 我想要回去討論 現買來得及嗎 我們討論還可以吧 我覺得應該可以 你這樣還錄上去是不是 立即 立即要加 嚇死你了 快走快走 他們覺得這樣很好玩嗎 拜託 他們是不是搞錯比賽的主題 又不是尖叫大賽 對 不要理他們 因為三千塊一定是 我們的 走 我們還是買腰帶 皮帶 領巾 對 我們一定可以贏了 對 走 粉絲 會很像 他們會很像 一只 可以 怎麼做 新的風格 而且呢 一個是走藍色 一個是走紅色 非常的百搭 我們一走出去 就很像是一個 Superstar 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名的 對 而且我們這套衣服也很貴 對 不便宜 對 快看我這邊的 也有蕾絲 還有星星 你的衣服也有星星 重點是 我們是從網路上買的 真的不便宜 拜託 什麼Superstar 我看是輸了 你們也不是也輸了嗎 對 還在那邊說我們 我們很認真 用心 好了 你們兩組不要吵了 什麼 輸了 而且還說什麼 領巾 我告訴你 你們的造型一點都不領巾 對 就是台語的不認真啦 答案我們很認真好不好 你看看 你看看我跟唐唐的 我們兩個的衣服 可是從蒙古這樣子坐飛機 咻 飛過來的 你看它是什麼顏色 紅色 你看我是什麼顏色 藍色 藍配紅 我們一定要得第一名才對啊 多配啊 你們看 對啊 而且那個是好漂亮的 得第一名應該說我們吧 反正不管啦 這就是比賽不公平 對 不公平 各位 不公平 對 各位 各位 不要這樣子嘛 只是比賽而已 比賽本來就有輸有贏 不要那麼認真嘛 嗯 對啊 對啊 雖然我們贏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們每一個人穿的都很有特色 都很好看喔 對啊 小花 阿蝶 你們會這樣說是因為你們得第一名 才這樣講的好不好 不會啦 不是好不好 我們是很真心的在尊贈你們 我們真的覺得你們的衣服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喔 阿蝶 如果你真的是用真心的在鼓勵我們的話 那 獎金拿出來分 對啊 獎金拿出來 拿出來 等一下 獎金是我們贏來的 為什麼要拿出來分啊 對嘛 那你們看這樣不是就白講了嗎 剛剛還講的那麼好聽對不對 對啊 是 不是嗎 就是三個字 小氣鬼 我說我們不是小氣鬼 你們就是小氣鬼 不是小氣鬼 你們就是小氣鬼 老師老師老師 你們在吵什麼 老師經過教室的時候就看到 教室裡面腦洪洪的 老師 我們在抗議 抗議剛剛的比賽不公啦 喔 原來你們是在吵剛剛的比賽啊 為什麼會覺得不公平啊 老師因為我跟甜甜這一組 你看 精心準備跟打扮 應該我們要得第一名的啊 對啊 你仔細看喔 我們的領巾 顏色這麼好看 我們的腰帶這麼的漂亮 我們的衣服這麼的亮眼 整體來說 造型就是完美 老師 你也看一下我們這一組啊 對 我們這組的顏色也很好看 你看藍色配上黃色 還有紅色配上黃色 還有 我們還有 衣服 褲子 鞋子 全部都非常的 格子 老師 老師我告訴你 他們的藍色跟紅色 不好看 我們的藍色跟紅色才好看 因為我們的藍色跟紅色 是從哪裡來的 芒果 沒錯 所以我們全身上下都很 芒果 但是老師覺得呢 比賽本來就是 幾家歡樂 幾家愁 而且剛剛老師在現場 聽評審講評 我覺得很有道理 也都有針對你們的造型 做一一的解釋 哎唷 同學們 這就是比賽嘛 大家都很努力 很認真 但是冠軍就只有一個啊 可是老師我們每個人都屬於自己的風格 像是 台台跟田田他們是走 完美風 對啊 我跟香香是走 格子風 那瓜瓜他們這組是走 蒙古風 阿典跟小花這組是走 垃圾風 哎 什麼垃圾風 我們是 環保風 嗯 老師你都說要愛護地球 所以我跟阿典啊 我們就去用回收的東西 做了這個很厲害的服裝啊 哇 真的很棒 老師知道你們都為了想贏 把錢都投資在你們的服裝上面了 對不對 對 但是投資就是有風險的啊 不一定你花了大錢 就一定會有相同的回饋 你看看 小花他們這一組呢 巧思就運用的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有巧思 你看 是廢物在利用 沒錯 我有發現耶 他的髮箍是用瓶蓋做的耶 對啊 很甜 你觀察很仔細 謝謝 謝謝 愛 诶 老师你刚刚有说 投资风险 这个是什么啊 我有一个小猪扑满 独自圆鼓鼓 却不爱吃饭 小猪扑满陪我走办 心中的愿望 交给他来办 某某理财教师 同学你看我们阿典跟小花这一组 虽然他们没有花很多的钱 但是你们看效果是不是最好的 真的 想一想也是耶 对啊 这就跟我们投资很像 虽然说花了很大的钱 但也不一定会有相同的回馈 都是有风险的哦 诶 老师你刚刚有说 投资风险这个是什么啊 小花问得很好哦 老师今天有准备 投资风险的影片来给大家看 看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好 好 那先回位置上坐好 走 我要赶快来看了 走 小腹 阿邦 晶晶 季空爷 是这名村里头杰出的年轻人 而他们的故事就此展开 好 好 终于找到了 诶 怎么会有三个入口呢 我哪只啊 不是你带路的吗 你这个笨蛋 怎么可以都怪我呢 是你自己也同意走这条路的啊 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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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喔 傳 傳說裝備 哈哈 哇 地下礦坑這麼簡單 安全鋼灰什麼的不用啦 小副 你決定好了嗎 地下礦坑似乎比較輕鬆 你要跟我一起嗎 我決定 要去神秘大廳探險 小副 你確定嗎 這個地下層電池比較高耶 而且可能會出現神秘魔物 為了傳說裝備 不管如何我都要闖闖看 傳說裝備 我來了 我的 我看你腦充血的程度 簡直跟晶晶一個樣 這算啥高等級的地下層 一點難度都沒有 難道是因為我太強了 好家在我隨時都戴著頭盔 看來連上天都在幫我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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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就戴安全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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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魔物真是太厲害了 出乎我的意料啊 守護者 嗯 你們在進入地層時 有看過該地層的資料嗎 每個地層都有不同的等級 通常低等級的地層 風險比較低 收穫比較少 高等級風險較高 收穫相對較多 像空爺在選擇地層冒險時 會先仔細研究每個地層的特性 再審慎評估自己目前的等級 裝備和職業 甚至還聰明的多加頂安全帽保護自己呢 而阿邦雖然選擇最容易的地層 但輕忽額外可能的危險 所以才受到了傷害 這就像我們平常在進行的投資理財一樣 不同的投資商品 例如 股票 基金 外幣等 也都各自擁有不同的風險 高報酬必然辦事高風險 一屬名當先評估自己當前能力 能承擔的風險 再進行投資 以免血本無歸啊 同時也可以透過保險來分散發生事故時 可能造成的損失 所以小副啊 你就是因為只看到背後豐厚的獎勵 輕忽了潛在的風險 才會得不償失啊 我知道了啦 只是我的裝備都掉在地層裡面了 怎麼辦 誰叫我們是夥伴呢 難道這些都是要送我的嗎 兄弟價算一八折就好 可惡的阿邦 乘機賬我便宜啦 哇 好可惜喔 對啊 老師像最後那個影片啊 小副差一點就可以闖關成功 拿到寶物 就好像我們可以差一點得到第一名三千塊一樣 但是結果都失敗了 那是因為有的時候呢 就是會有一些潛在的風險 是我們沒有辦法預估的 老師 你說的風險 就像是最後影片出現那個大怪物一樣 好可怕喔 對啊 對啊 因為小副呢他沒有思考好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挑了一個 等級最高關卡又最難的 你看 最後闖關失敗了 後果是不是很嚴重啊 對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叫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有自信嗎 應該是說呢 有自信是好事 但是如果過分自信 但是卻缺乏了準備 那這樣就會造成反效果囉 老師我想問你喔 什麼是高報酬伴隨高風險啊 好 老師舉例來說好了 如果我們要創業 首先我們需要什麼呢 錢 對 對對對 我們需要錢買什麼呢 器材 對 器材 工具 對 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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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師我想到啊 像有一些像是 是流動的攤販啊 他們是車子開過來 然後就可以開走了那種餐車 他們就不用店面啊 但是就算是餐車 也需要設備跟機器對不對 對 對 你看如果我們花了大錢 買了這些設備啊 機器啊 店面 你們覺得最後一定能賺錢嗎 老師我覺得不一定 同學你們知道嗎 我們家隔壁鄰居王阿姨啊 他在巷口開了一家理髮店耶 嗯 我每天下課經過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客人啊 而且我媽媽說 雖然沒有客人 可是每個月都還是要付房租啊 還有水電費 還有員工的薪水耶 聽說啊 他們下個月就要結束營業了 所以同學我們做生意是不是很不簡單呢 是 是 所以啊我們在做決定之前呢 都要仔細的評估 看看有沒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而且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替代的方案 才不會失敗的話 就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老師可是我有想到啊 那這樣像妳剛剛說的 那這樣以後誰還敢去創業 或者是租店面買店面啊 好像都在賭博一樣耶 把妳所有的籌碼啊 然後推到那個談判桌 或者是那個桌子上面 老師我說啊 那結果比賽輸了 遊戲輸了 妳所有的錢跟籌碼都拿不回來耶 什麼都沒有啦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賭博啦 不要賭博啦 老師這樣太可怕了 這樣以後誰還敢做生意 誰還敢創業啊 這樣錢全部都不見了耶 對啊 對啊 所以才需要小心仔細的思考跟評估啊 那老師 老師我常常會聽大人們都說 分散風險 請問這個分散風險是什麼意思啊 分散風險呢 指的就是把錢放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 你們想想看喔 要是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萬一我們跌倒了 籃子分倒了 那雞蛋會怎麼樣 對啊 對啊 那是不是就很可惜 照老師這個說法 那我知道了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呢 一盒雞蛋拿在自己的手上 對 一盒雞蛋背在籃子裡面 另外一盒雞蛋用包包背著 最後一盒請朋友幫你拿著 這樣就不怕全部破掉啦 對 這樣就很安全 很安全了 同學要記得分散風險 那剛剛只是一個比喻 要讓同學了解風險的意義 各位我決定了 因為我真的非常欣賞大家 這次的服裝 所以我決定把我的獎金 都拿出來請大家喝飲料吃點心 小花你們覺得呢 謝謝你們 好了 大家都這樣說了 那今天呢 放學 我們就把所有的獎金 大家一起去買 好吃的 好喝的 然後把它吃光光 贏了 拍體驗 一天 exert生意 快有 athletes 李 功 mamm 養 飛 Waterpiki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aterpiki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